有一个局长啊,一问三不知在防疫的时候 那好像来的是省里重要的督察组 而且还有点横里巴唧的,挺横气的 这样这个局长啊,今天又上了热搜榜了 因为他又有了新植物 我看这个新植物啊,似乎啊,是有平调 以前他是魏建伟主任吗 现在到了,他是黄岗市魏建伟主任,叫唐志宏 现在到了,黄岗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 好像还给提高了一点点 哇,这是立法的地方哦 是监督官员的地方哦 按道理来说,你说官员监督官员 这是什么解释的问题,我解释不了 看看这位官员,一问三不知 两位负责人都含糊其词 眼下,黄岗市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疫的收治和隔离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但是,当地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却并不太清楚 现在收到多少人 现在收到多少人了,我不太清楚 一本一是吧,一张床,所以这张床呢 一个房子,这张两张床 这张床呢,这张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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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忙着来 这个我们床里有人在那里处的收治 是啊,我是问他现在收治了多少病人,我是问这个情况 我并不是床位数是那个的 我是问他现在,因为每天都在变化,知道吧 那我不知道 我搞不清楚 因为收治了多少病人,我们是这样的 他收治了,我只知道有多少床床位 你非要问我收治了多少病人 为了详尽了解黄冈市当地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收治的真实情况 督察组来到了当地临时启用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进行调查 40分钟之后 督察组的专家走出了医院的隔离区 现在想知道,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家的硬性手持都完善了吗 有没有达到收治标准 现在不是大概是下午差不多4点钟了吧 可能在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的准备 大概的病人的房间和山区的划分出来了 可能我们有些世界上还要完善 哎呀,别浪费大家生命了 就是这些个东西们 但现在呢 他竟然 好像要我看没见反生 啊 济南时报的新黄河报 还在关注我这些个事 那他咋办